说播新闻今天要带你来关心 除了心血管疾病之外 骨质疏松症其实也是 国人健康的隐形杀手 那么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记者 Lalice 好的主播 骨质疏松症的号称是隐形杀手 怎么说呢 因为即使是医学知识发达的现在 但是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 依旧是相当的陌生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前期的病征并不明显 所以民众会发生 骨松性骨折的意外之后 才会意识到自己的骨骼状况 并投入治疗 这是根据统计 骨质疏松症在全球流行病的排行榜上 是仅次于 冠状动脉心脏病的第二大的重要流行病 那么在台湾 骨质疏松症所引发的宽骨折发生率 在世界排名来到了第九名 甚至在亚洲的排行是第一名 那么50岁以上的骨质疏松的盛行率 男性是23% 那么女性是38.3% 透过图表可以看到 女性罹患骨质疏松症 是明显高于男性的14.4%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从35岁开始 每年骨质流失大概是 0.5%到1% 那么50岁开始 因为荷尔蒙的改变 它流失的速度会更快 每一个人每年 可以流失到1%到3% 这边要特别提醒女性 为什么呢 因为女性在停经之后 它流失的速度会更快 因为根据国舰署在106年的调查 台湾50岁以上的患有 骨质疏松的男性是6.2% 而女性是12% 你可以看到 所以特别要提醒是 女性你在40到45岁 更年期以前 就要开始做一些 骨密度的筛检 那么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 也特别提醒 冬季骨则是高峰期 而且八成是发生在老年人 不过还是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年轻的观众朋友 骨质疏松症 它其实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而且它一旦发生 是不可逆的 所以建议你从年轻 就要开始保养自己的身体 那么以上 就是这一段的说播新闻 现在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然后就把时间交给主播